今天来种这些可爱的毛汉泥 像胖胖的小兔子一样 旁边这些呢 是我冬天种的生石花还有毛汉泥 它们都已经完成褪皮了 用的这个土呢 是生石花的专用土 它也是翻信科的专用土 可以种生石花 毛汉泥啊 灯泡啊 这一类都可以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推荐这个土呢 是因为我喜欢种小的景天科的多容 用它们种了这些 效果不错 而且省去了配土的问题 加一点泥碳土进去就可以 当时有很多朋友买了它 不要浪费啊 真的是很好的东西 你既可以用它来种翻信科 用不完呢 也可以来种景天植物 这里面还有微量的缓湿肥 所以是足够用的 如果现在你刚巧入坑了 毛汉泥啊 生石花啊 推荐这个土 真的是非常好用 浮盆效果也是棒棒的 里面的成分呢 有赤玉土 露昭土 有软质的麦饭石 还有倒壳碳 还有一点微量的缓湿肥 东西呢都是好东西 非常适合毛汉泥啊 生石花 灯泡这一类 它们的根系本身就是比较弱的 软质颗粒呢 就不会伤害到它们的根系 种之前可以在表面先喷一层水 然后扎孔在种的时候比较好打理 先扎一个大一点的洞 然后把它怼进去 我这次选的都是红色的 然后先把它们种完 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冬天种的那些生石花和毛汉泥 完成了褪皮之后 现在的变化有多大 它们种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买得太深 不然也会增加它腐烂啊 或者是化水的几率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可爱又好养啊 我冬天上盆的那些挂掉的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 景天科如果养不好的 尝试一下这些小可爱 每年褪皮以后 都会从中间长出一个新的小可爱来 还是非常治愈很有趣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冬天种的第一盆的这个生石花 因为它们种的时候呢 比较早 刚好冬天那会儿也属于是生长季 现在的褪皮呢 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当时呢 是把它们手动掰开了 这样可以加速它的消耗 你们看消耗完以后 也薄得像纸一样 当时褪皮的时候就像这样 中间呢被撑开了 然后里面长了一个小种子 我就这样用力往两边一扒 然后它就全都漏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美观 那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但是就不能经常浇水 让它快一点消耗 这一盆呢 是最早种下的生石花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 给它移了一个盆 现在这些皮已经全都退完了 必须从根部把它们全都拔出来清理掉 不然长时间浇水呢 它这个枯叶就会发霉发烂 这一盆呢 是冬天种的毛毛 当时呢 它们买回来 伤疤真的是特别多 我都想弃养了 还好已经完全退掉了 长出来的呢 都是崭新的 没有任何的伤 它们的种颊呢 也全都干掉了 这个时候种颊就可以清理了 也就不会影响它来年开花了 我记得那会儿种下的时候 可丑了 全都是绿色 现在晒了一个冬天呢 已经开始变红了 我真是觉得挺好养的 也没什么难题 想下来的时候呢 浇浇水浮盆的速度还挺快的 看 扒完皮以后就顺眼多了 瞬间觉得它有一点高级了 那会儿种在这个小孔里的是竖着种的 然后扒皮以后呢 它就变成横着的了 下面这个当时是挺大个 然后是横着种的 现在推完皮呢 就变成竖着的了 明年呢 又会恢复过来 这个东西呢 确实是挺惹人爱的 不过经常听说呢 它的坑是非常深的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控力呢 拥有几盆就足够了 因为这些东西啊 养多了 确实也是太操心了 对这些东西啊 谢谢大家